卓西湘布农族人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传统领域内开创新的工作机会 去年卓西湘协会特别前往了新竹参加了山域祥岛证照的考试活动 一共有10名协作成为了高山祥岛 卓西湘公所特别办理了证照颁发的活动 资深协作高欣欣表示 希望透过这份专业的证照让山友也能够安心 并且能够接受这个专业融入到自己的文化 让更多的人看见这条美丽的古道 蹲在地上认真的砍竹子萧皮 他们是卓西登山协会的协作大哥 华丽县文化局举办登山向导技能培训计划 参与成员大部分都是高山协作 去年协会前往新竹参加山域向导证照 共有10名协作成为高山向导 卓西湘公所特地办理颁发证照 除了协作员之外 帮他们背一些这个重物之外 他们还有受过这个救难 或者是解说我们这些这个古道 有一些这个人文的一些历史故事 他们也都有修念过 他们会让你们不但是登山 而且也能够深入了解我们早期布农主 在这个深山里面生活的一些这个样态 资深协作高欣欣表示 希望透过这份专业的证照让山友也能够安心 并且能够接这个专业融入到自己的文化 让更多人看见这条美丽的古道 最重要是要补充我们个人的尝试知识 还有听啊 还有一些人与人之间沟通 还有我们要怎么带这个登山客 然后个人的品质最优先了 八通关东段目前有登山企业社进入经营 许多登山团体走这段行程 都会聘请专业的协作与向导 主席乡布农族人也组成登山协会 希望能在自己的传统领域开创新的工作机会 萨利朗表示 当更多年轻人回到山上工作 说自己的故事也就代表着族人 对传统领域主权的展现 记者高雙雙主席乡采访报道